配合2024年公共卫生 烟草和吸烟管制法令 在这个月1号开始生效 首都和部城卫生局 积极地展开执法行动 取缔违规买卖烟和抽烟的民众和商家 截至这个月21号 执法大军一共检查了352个场所 并开出了33张的罚单 罚款总额达到8250令吉 这也是卫生局自11号以来 联合各政府机构 展开的第8场联合取缔行动 卫生局日前也到马六甲 沙巴 雪莱娥等州署展开执法行动 卫生部副总监南都诺哈雅迪 昨晚在首都及部城的行动结束之后重申 当局强调的是教育执法 并非承接方式 其中有21家销售烟草产品的场所 受到了教育性的执法 执法队同时分发了202张法案阐明的 各种违法行为资讯图标和禁烟标志等等 借此加强民众的刑决 此外卫生局官员也会根据民众的投诉 加强在禁烟场所的巡逻 和禁烟场所的巡逻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